距離2024總統及立委大選 進入倒數計時階段 基隆市長謝國良和無黨籍市議員 張耿輝以及里長們 特地一起陪同國民黨立委候選人林沛祥 到欺賭南新市場敗票催票 而提到1月9號政府突然發布國家警報 提醒中共發射衛星越過台灣南部的事件 謝國良希望政府不要恐嚇民眾 台灣都平安永遠是自由民主的國家 我們昨天在看這個警報的內容的時候 有看到它的英文是明確寫Messile 就是飛彈 所以的確會讓很多人心裡嚇了一跳 那我是覺得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 就是在選前其實不要做太多太敏感的作為 其實中共發射衛星跟我們的訊息上 收到飛彈的英文飛彈的警報 這中間是有很大的落差 那我覺得民眾希望大家還是安心 好好維護我們台灣的民主 那政府部門也不要去恐嚇民眾 那這個我們希望台灣都平安 然後台灣永遠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謝國良也表示國民黨立委候選人林沛祥目前選情穩定 呼籲選民立委票投5號林沛祥總統票投3號 侯友宜趙少康 那我們這個還是請大家堅定支持3號的侯康佩 那沛祥的選情穩定 那我們也是最後在努力吹票 那我們希望他能夠有一個好的成績 也能夠大勝對手 國民黨立委候選人林沛祥則表示 選前各種花招層出不窮 呼籲選民理性對待 選出對國家對基隆未來建設有幫助 能夠爭取權益的最佳候選人 選舉到最後三天了 那我們會常常看到一些層出不窮的花招 那沛祥在最後面就呼籲我們所有的選民 然後理性對待我們這次的選舉之外 然後選出一個對我們國家對我們基隆未來是有幫助的 是可以幫我們做好事的 是可以幫我們到最佳權益的候選人 然後幫我們的基隆變得更好 陪同敗票催票的五黨籍基隆市議員張耿輝 對於目前的兩岸關係和社會經濟情況感到憂心 呼籲選民給國民黨一個機會重新執政 立委票投5號林沛祥 總統票投3號侯友宜趙少康 政黨票投9號國民黨 我想這8年當中民進黨的執政 讓我們不管在房價方面 在就業率方面 在我們薪水方面都很低 尤其兩岸真的要和平的話 國家安靜9岸的話 我們是要投給最好的3號 讓我們國民黨有機會再次的執政 讓我們國家在安定中 兩岸和平中讓我們百姓過著深 過著和平快樂的日子 我想五黨的中間選票的市民 我們應該站起來集中選票 集中選票 真的我們不能浪費任何一票 唯有這樣的話 我們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社會才會安定 兩岸才會和平 3號 5號 9號 359 3號就是我們的侯堪配 5號就是我們立委 林沛祥 9號就是我們的政黨票 要拜託拜託 市長謝國良也非常感謝 五黨籍市議員張耿輝 熱愛中華民國的態度 希望在他幫忙催票下 七度的選情能夠有很好的成績 我們非常感謝張耿輝議員 以五黨籍的身份 但是熱愛中華民國的一個態度 也站出來支持我們的侯康佩 還有我們的林沛祥 我們希望他的益助 能夠在七度裡面 能夠再繼續的獲得更好的成績 而看到市長謝國良等人 在細語中陪同林沛祥 拜票催票 許多民眾也給予加油和支持 拜票結束後 市長謝國良更展現 身為爸爸的貼心和細心 轉身向身後面的攤商 感謝打擾之外 也趁機購買女兒小愛喜歡吃的蔬菜 請攤商協助挑選 帶回家煮給小愛吃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свид buffet 我要 你要 我 kilometers 我 人 嚇